大家早晨 今天是8月25日 星期五 連同今天計座 8月份只剩下5個交易天 下星期二已經是今月期止轉倉的高峰日 下星期三是今月期止結算日 而下星期四是今月牆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即是下星期一和今日 但其實很淡的角力會進一步 是明顯的 照過去三日的市況來看 好倉大戶的確是開始作一個反擊 或者有限度的反擊 不過這樣 昨晚美股先升就行急跌 似乎外圍的市況都不太相遭 即是說今天股市開出來 可能又會再在18.5點左右的水平 進行一個拉鋸 我們先看看昨天的指數 昨天恒指先是高開147點 到17,992點 之後有少少拉鋸 一度低見17,945 但股盤明顯是收斂 加上買盤也慢慢浸滲湧 結果日中指數一度上升427點 到18,272點 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分鐘的恒指是輕輕回到10天平均移動線 18,251點之上 只不過高台買盤始終有少少拉鋸 到最終指數都是低收在10天線之下 不過不是差得很遠 恒指最後收在18,212點 仍然升了366點 不過成交金額一般只有1,015億 先看看股市線 直到昨天收市為止 指數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仍然不是太理想 因為我講過很多次 恒指已收市客 一定要穩收在10天線路上 才是正式出現一個初步回穩的勢頭 但事實上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未見到的 我們再計算 今個月當然只是先高後低 指數是由1號高位20331 跌到22號低位17573 跌了2758點 之後市轉反彈到昨天高位18272點 即是經過2758點的急跌後 市場反彈到699點 等同反彈跌幅大概接近25% 力度只是一般 一般的反彈都是計3分1 或者多些 但事實上真的做不到 因為成交金額不配合 動力似乎不是相袖 但既然市場已經在18000點 樓上整頓了 最低限度暫時的確確有少少回穩的勢頭 不過還要等指數能夠成功突破10天線 才可以確認 嚴格來說 一日未出現這個情況 市場只是技術上的後抽 後抽過後仍然會再度反覆 甚至走在18000點樓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有少少聲明 我又要再說一次 希望大家包容 近期有些人拿了我的肖像 拿了我的照片 拿了我的文字的分析 和語音的分析 就開始一些所謂的 WhatsApp的投資群組 其實整個群組裡面 說的話根本不是我 不過他們抄了我的文章 也拿了我的語音的分析 所以如果大家以為那個是我的話 如果誤信了他加入 從而做一些投資的話 到最後任何的損失 是無關我國獅子和國獅子公室 有任何關係的 大家要謹記 好了 今天是剛剛提到的 是星期五 事實上來說 很可能經過連升三天之後 在美股突然之間急跌的情況下 今天會斷攬 意思是很可能不會出現四連升 不過暫時來說 只要指數仍然咬著 18000左右的水平 即是技術上 市仍然處於後秋的形態之中 只不過成交加壓 欠防動力不足 所以指數不留 趁機會回到十天線上 是真的比較可惜的 任何高追的話 千萬不要急不要用 仍然維持那句 有可以的話 就盡量保留多些現金在身 好了 早市分析就說到這裡 可以看看 沒有按摩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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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足够的 不方便 感谢观看